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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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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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之外呢就是阿哲凱的一技能喔 他在上個版本呢也有經過改強 一技能呢那個手噴出來的速度呢變得更加快了 然後順便說我們右上角出裝的角力 出裝的核心呢當然是我們的惡魔微笑喔 這樣子會讓我們二技能彈來彈去變得非常的痛 OK這邊我們的警察人呢再次被抓到喔 那個野區呢有三個敵方英雄 被卡著呢我們是沒辦法過去的喔 最後除了卡被夜叉綁到呢看來是救不了 而珊瑚呢有下一步兵線馬上抵達喔 我們先幫忙守一守 欸這一場會這麼逆風呢最主要一個原因是 菁的死亡次數有點多喔 感覺呢菁是不太會玩射手打野的 這是一個B2的排位賽 他自己本身呢應該比較不會察覺喔 他玩的方式呢很長 一個人去盲目的探草 而且呢一技能翻滾四季都會往前翻喔 他這個玩法呢在順風的場勢當然 也是可以贏的喔 畢竟也是有輸出的 可是呢在一個平局或者逆風局呢 僅一直往前翻滾的話是一個 非常非常不好的行為 這時候呢遊戲時間來到10分鐘 比數來到2比12 這一局呢由於我們是單排喔 我們很難影響我們人隊喔 我們知道兩件事情呢第一件事就是 阿茲卡的團戰其實還是很強的喔 我們要想辦法呢撐到打團戰的時候 自己敵方要追我們的美娜喔 我們只能暫時拖延一下 並且留著我們的技能呢來清兵線 一個好消息呢就是 我們有小丑還有阿茲卡 我們的清兵線能力呢還是還行的 而像呢打野或輔助去看視野 拿地圖無見等等呢 我們還是不要指望喔 我們就盡量的守著防禦他 而由於這一局呢 我們隊友比較容易死亡喔 因此呢也可以當作是一個 機會 我們可以趁敵方在殺我們隊友的時候呢 看看能不能反殺 萬一反殺成功的話呢 我們終結敵方很有錢的目標 獎勵還不錯喔 這邊我們高開了一個點喔 OK來了一個薇菈 我們請拿一個擊飛 隊友會長要連招下來 成功擊打敵方薇菈 而我們上打伊薩薇菈呢 我們的小丑水量也只剩下一個多一點 兵線型完之後呢要趕緊 拉開距離 這邊我們的輔助不在呢 團戰是比較難打起來喔 我們要注意我們自身位置 游擊中的技能要放得準一點喔 一技能就盡量沒有空 然後大招放在人群中 這樣我們一技能空的好呢 補上大招的話 敵方就會一直的石化 而且呢我們還有惡魔微笑 與惡魔微笑百分比傷害呢 加上我們的被動 團隊的輸出呢可不少喔 這邊注意到敵方薇菈加個瞬移 想要強殺我們的小丑 這個話竟然在美娜的旁邊呢 美娜面前把小丑殺了 美娜只要加個治癒 或者幫他拉一拉 或者補個大招 就可以救小丑喔 這邊反應到門隊友喔 幫忙補個擊飛 到風衝了上來 秒殺了我們的打野 先把盜人抓起來 這邊技能要留著清兵線喔 可這邊的地方人數比較多 應該是守不了外塔 但我們還可以守內塔 放個大招跟一二技能呢 還是比較輕鬆的 這邊買出我們的爆裂法杖 我們終於買出我們的第四件裝備喔 抓到一個維拉 請他吸個連招 結果竟然沒把他打死 差了一點 也非常感謝美娜幫我們家的護盾喔 我們趕緊回去補個血呢 把血量拉起來 再去守兵線 這邊敵方感覺呢 還是推不太進來的 我們要做的事情呢 就是在兵線進塔之前 把兵線清掉 這樣子才能夠把我們的防禦塔沒事了 如果讓兵線進到防禦塔的範圍呢 就已經太遲了 OK 這邊暫時還是沒什麼視野 敵方有可能會去吃上面的凱撒 就到敵方夜叉的位置 目前注意到敵方三個英雄的位置 我們就注意到不要給敵方抓到 並且來看看有沒有機會呢 可以抓到敵方 之後敵方全部消失在地圖上 很有可能就蹲在某個草叢 這邊敵方依然是全部消失在小地圖上 最後我們日景的位置 我可以草叢發現四個英雄 我們先一套連招下去 敵方血量都相當的殘 最後呢有收到敵方刀鋒寶貝 而其他英雄全是殘血 我們損失了沒人打野跟輔助 最後還掛了一個祖卡 維拉七人組呢一套剛好可以秒殺祖卡 維拉衝了上來 連小丑一併帶走 當然呢我們也幫忙反殺了這個維拉 目前我們拿到一個終結喔 有不錯的強力金錢 還有一個紅藍 阿斯卡有藍的話呢 技能可以用得更加頻繁一點喔 而其名線的話呢 只要像這樣一二 就可以全清 非常的療癒喔 到這邊呢 我們買出了暴力法杖之後 會先買出一個面具 這樣子就有穿透 這時候呢團戰我們的傷害已經 非常足夠了喔 這樣我們的技能放得好的話呢 補上我們隊友的輸出 絕對可以團面敵方 但目前的比數還是有點差距喔 7比24 我們依然得謹慎一點 最主要的是呢 視野壓不出去喔 我們沒有辦法推兵線 這時候我們只能守塔 大家可以順便學學呢 逆風場的處理方式 這個飛龍呢要把他吃掉喔 不可以讓他進塔 消耗我們的血量 這邊我們三桌的高地塔呢 依然是滿水喔 就是要像這樣 在兵線進來之前呢 把兵線清掉 由於我們有買惡魔的維香 敵方也不敢貓藍的靠近喔 被我們的一二技能弄到的話呢 會一直都扣血 但這邊沒視野呢 說真的就不能夠往外面走喔 尤其我們阿茲卡 是一個沒有位移的英雄 沒有視野的話呢 我們只能夠 默默的跟著我們隊友後面 這邊主卡瞬間被秒殺 我們嘗試抓個刀鋒 結果還是讓刀鋒逃脫 刀鋒目前一技能的加速呢 還是相當快的 再來我們的大招範圍類呢 如果到封可以開到一技能 也能夠瞬間衝出去 這邊我們依然清兵線 敵方還是推不進來 剛剛他們吃了凱撒 電了可能會吃大龍 這邊呢還是要注意一下敵方阿杜的大招喔 他大招範圍是比較遠的 我們嘗試看能不能抓個反恩 如果抓不到就算了 我們還是要守好兵線 目前遊戲時間17分鐘 阿杜終於能耐不住衝了上來 一條連招還他 成功擊殺阿杜 敵方和薇菈加入瞬移上來 這一次呢沒人殺掉我們的 OK這個主卡順利把薇菈反殺 而葉菜也殘血逃脫 注意一下敵方反恩 這邊我們有人數優勢呢 可以稍微的往外面壓 主卡西威個大招 這邊美娜的佐伯可以再兇一點喔 畢竟我們有一個人數優勢 這邊我們應該可以強制這個大龍 跟隊友一起過來試試看 對方的大龍 留個一技能的擊飛以防萬一 找到一個大鋒寶貝 一套連招還給他 成功擊殺敵方大鋒 做了敵方打野之後呢 還有一條大龍 這邊我們稍微有點起色 趕緊來吃一個黑暗之刺 黑暗之刺呢 像等於一個大把的死神鐮刀 我們快要死的時候呢 血量會回到一定的血量一次 我們趁這個機會呢 盡量把兵線清一清 繼續往外壓 這時候我們還是有忍受優勢喔 無打三 而且呢我們自身的裝備是挺不錯的 阿茲卡斯改強之後呢 一套連招 至少可以把敵方全部打殘喔 這樣子呢我們隊友就可以收頭 隊友的裝備也不用太好喔 這邊呢嘗試攔截一下敵方來守塔的英雄 抓了一個凡恩 把凡恩殺了 外界就高地塔 這邊依然是五打三喔 而且我們還有大龍的Buff 可以繼續往前壓 我們有黑暗之刺呢 可以稍微勾引一點喔 看敵方會不會衝上來 最後呢兵線進主堡 成功推敵方主堡 英雄戰遊戲 以上呢說我帶來這超級 超級爽的大力裝 最後呢分享一下收看 如果喜歡影片就按讚訂閱打開鈴鐺 最後呢我想說阿茲卡真的可以玩 他唯一的缺點呢 就前期 前期弱了點 主要是阿茲卡呢 前中期沒有位移 很難跑先喔 但如果有一個信得過的輔助 一起雙排的話呢 阿茲卡前中後期都是非常舒服的 那最後我是尚恩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期待 的時候